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靠 你走四直線會出現 哇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剛又跳去聊天室那邊嗎 哇 怎麼那麼麻煩 那幫你QQ 好啦 開始打招呼囉 等一下 我剛睡飽 不是剛睡飽 剛睡醒 沒有睡得很飽 欸 很奇怪欸 我剛剛最後一次睡醒前 我就起來兩次 起來兩次看一下窗外都是 喔 白天 喔 還白天可以繼續睡 突然就是想說 嗯 還是白天瞄了一下窗外 啊 天黑了 然後就馬上跳起來 啊 跳起來看的時間 喔 6點半 還好 然後準備回去躺的時候鬧鐘就響了 不對不對 不對不對 晚上6點半了 我以為是早上6點半 喔 啊幹 要開台 要開台 要去啦 要去啦 啊 好 開始 賴品傑安安 貝貝安安 喬子安安 寫耳д溢倒 行ym 硝圓安安 竹暑硝屏安安 庚威安安 食火虎安安 靜餘安安 痛慢死 培吊啦安安 李...義量嗎了哈 圖...海超拉... 食火虎安安 摳... 女武服 iction伊、氣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沒有 呃...我點到東西 等一下喔 呃... 紅靈君NN 空余NN 思雲NN 問樓NN 紫隆NN 呃...張君NN 布萊 欸不是布萊恩 這是布萊恩NNN 欸? 對對對對對 還猶豫了一下 喔?我叫對了嗎? 不對!昨天有一個人說他叫什麼我忘記了 可以叫他什麼 你們還記得嗎?昨天有一個說叫本名很奇怪 可以的話叫他那個什麼名字我忘記了 哇... 真的記不住啊 欸真的我記不住 你們有印象嗎? 史蒂芬NN 有印象?對我有印象有一個說叫本名很奇怪 可是就是叫叫叫叫叫叫叫他的錯號 但是我忘記叫什麼了 阿就是你對不對 對不起你叫什麼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不是再給我三次機會 我要先用掉一次的code阿 阿...你叫什麼名字... 沒辦法你們... 因為FB這邊開始有一些新觀眾 我就是記不住阿 來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再給大家一次機會 大家也都忘記了 你看不是只有我 大家都忘記了 呵呵 你叫什麼名...你的錯號叫什麼 鯨魚怎麼了 一直...一直... 小老鼠小老鼠 狩獵... 立戰個體... 有啊... 有啊... 啊... 有啊... 有啊... 嘖... 應該要上線吧 有... 有... 估計是... 20 你確定是... 猛猶不是屠殺龍齁 因為上... 班上不常有人叫我本名所以不習慣啦 那個... 喔!默默!好好好 感謝進的25顆星星騎士我也覺得比較本名很奇怪 只是想說就不要以為... 沒有啊!那你跟我講嘛! 你們就盡量講!我就盡量計啊! 沒關係啊!那喬子你覺得要教你什麼? 你的綽號是什麼? 不是因為... 就很說本名跟自己的稱號是完全不相關的 小馬安安 那比如像小馬我是記MA嘛 MA就是媽啊!我就記小馬 然後問柔是因為他的... W姓的人太少了 然後我就記得出來 開心喔! 恩... 恩... 我盡量計 葉子余安安 夏宇晨安安 因為畢竟你又不能... 叫名字後面加個開心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叫默默? 他都已經打默默了! 喔! 鄭澤凱安安 舉書文安安 所以我的名字就是暱稱了 有些人不是啊 因為... 有些人... 恩... FB他就是會鎖啊 有些就是名字很奇怪的姓氏或名稱 他就不給過啊 我之前就有個朋友的... 欸?忘記是誰了 他的本名聽起來就是不像本名 像是綽號那種 就FB把他給鎖了 來 現在是... 吃飯之間 我正在吃飯 怕太難記嗎 用英文比較容易過 對啊 不可能有人叫繁星啊 所以我就用英文啊 欸英文到現在還在用欸 就沒事 誰不相信你啊 啊你就... 你的前科太多了齁 開著一堆技能在那邊逛街 小小呆...欸對啊 那個小呆怎麼可能是本名啊 沒有...是我的話會覺得那不是本名啊 許秉重安安 好睡吧 哼哼哼 又右邊講說 魔物就那樣子,你要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跑跑跑跑跑小 他有沒有用餐的姿勢啊?沒有耶 他沒有人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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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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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你那個裝被貓一次 還好啦 欸不對喔 明明就有風血可以吃你還可以貓 除非你被關廁所 我在吃飯 正在吃飯 風天安安 默默跟凱奇喔 然後盡量記一下 三天 而且 不可能 欸我問一下喔 你們到新的班上啊 就是從一個很陌生的班上 你們記一個同學會花多久時間記起來 應該說 記全班的人名你們會花多久時間記起來 被推賭機來回撞 不是啊 你就不要前後跑啊 你就 他前後來你就左右跑啊 你自己要會看啊 要會滾啊 所以才跟你講說你不要背對魔物 你要畫面 看著魔物跑 他一過來就按 按SHIFT加空白 你會飛撲 飛撲就可以逃過那個推賭機 兩天了 你是鬼喔 我記得我是花三個禮拜吧 最快是三個禮拜 最慢也要一個月 而且那時候想說 就是很不愛念書嘛 從國中升上高中 那時候是真的完全不愛念書 到高中畢業都還是啊 然後想說 啊 應該不用記人名吧 反正會跟班上的同學 也不會太好 然後就超厭世的那一種 然後最後還是把他名字都記下來 不知道在幹嘛 哇靠這什麼ID啊 繁星教主世界帥 然後三天是不是 喔 我想說 帥三天 我想說 我帥三天是什麼意思 他的兩天的意思是 班上只有兩個同學吧 一天記一個 對啊 那他 他就繁星教主世界啊 然後繁星教主世界 然後 教主世界 然後帥三天 然後我出社會這樣子啊 就我之前講的去哪裡 全聯吧 就一樣 就是 我是抱著就是 上班都不要有跟任何同事有 相關接觸或什麼 不然就很麻煩 然後 就是想說啊 都不想理他們 不去記名字 不去怎樣的 不要任何太太多交集 而且沒想到就是我之前有開台講的啊 這個 女生 就仗著自己是 呃 裡面的 就是 年輕妹妹裡面 最年輕的 然後在那邊囂張以為每個男生都喜歡他的那種 他想說就是不想要發生這種事情啊 啊沒想到女生就是震成花絲 以為每個男生都要追他 翻上50人 你花兩天就全部記起來 那為什麼你列個龍 按什麼都記不起來 對餒 你有說過餒 欸好像有餒 啊我忘記了 為什麼 是因為我每個步驟都要三個字三個字講嗎 丟陷阱 跑殺小 這樣子嗎 我最常對你講三個字 就衝殺小跑殺小 好像這樣吧 不然就幹你的咧 啊那四個字 唉唷也會有四個字啊 日本人啊有沒有 有沒有 粉磚真好用 對不對 你們那些 那些希望我唸出你們本名的就是 就用粉磚吧 因為之前真的很多人 我剛剛講說 你們就是用粉磚吼 啊真的是有幾個是 都用粉磚在跟我講話 啊 幹這個世界帥到是誰啦 欸我好像爆麥 因為我昨天 扣自由 沒關係說今天的影片 我發現跟之前的聲音 變很多 我 我感受到有一點 超級爆麥 我 沒事啦那個 當你畢業之後 你還記得 像 我現在畢業已經十幾快二十年了 我還記得起 就看到 國中同學 我還記得長相 然後還叫說的名字 他們就嚇到 像有一次我買早餐 完全 我記得他家完全是跟我 跟這個早餐店完全是 不順路的方向 他就跟我 他就說 沒有啊就是偶爾會經過這邊去買一下早餐 我說太不順路了吧 我習慣了 然後我就 教他本名說 欸你怎麼知道我 然後他看了一下我的臉 喔你是不是那個誰誰誰誰誰 我靠他還記得我的名字 他說 他說 沒有啊 我感覺你沒什麼變 欸我說 哇 你真會說話這樣子 然後就沒保養 然後就 感覺天生娃娃臉 然後就把他忍出來 然後說 欸倒是你怎麼會忍得出 你也沒變多少啊 我現在還記得 國小同學 小六的同學的名字 然後國中同學的名字 高中反而是因為一直有分班 分一分子記的那種 呃就是高三或者是已經同班三年的人的名字 我是每天幫忙點名啊 我到現在還能記得國小按照號碼唸出來 你再大個十年 你再記記看你 欸會不會爆麥啊 因為 我怎麼看我那個莫名其妙就紅色 所以 如果很誇張的話 哇 莫名其妙都爆紅耶 我聲音會很大聲嗎 因為 我剛剛只是 就這樣啊 一下就爆麥了 天啊怎麼會這樣子啊 哇 好恐怖喔 哇 怎麼會啊 等一下我挑個麥風風哦 正常 阿這樣子 喔 不行 可是我 我怕爆麥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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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製 怎麼講 因為麥克風已經爆到紅色,我會怕 破聲喔,不可能啊 我很重視 別人感受的人 有些人喜歡,不一定有些人喜歡 所以我故意在麥克風上面這樣子弄 有些人可能聽得很爽 可是有些人可能覺得耳朵會痛 我會不會覺得耳朵會痛 我會不會覺得耳朵會痛 我 就像哈密瓜一樣了 要買來 什麼不一定,來你問聊天室的 有多少人被我的爆麥用到耳朵很痛的 我當時我自己剪的我自己的影片都覺得耳朵好痛喔 而且那時候麥克風的品質真的差到不行 爆個麥整個都有雜音進去 不可能不一定啊 你聽個影片,那個影片全程都是爆麥雜誌很高 不可能看得完啊 有很多是戴耳機的啊 看我的台不戴耳機很危險耶 對吧 那戴耳機對耳朵又很危險 就只能耳機關小聲,可是耳機關小聲 那時候我就是平常講話 就大概這樣子很小聲很小聲很小聲 然後想想說啊 啊!這樣子,有沒有,又爆麥了 欸我才R一下就紅了耶 麥克風怎麼... 我覺得今天有被動到去看一下喔 嗯... 嗯... 開啟... 聲音... 控制台... 錄製... 痕跡... 痕跡... 喔!被動了3% 你看吧 你看吧 我們秀秀的耳朵又受髒了 啊ááááááá 喔~~~ 欸,好好好多了 多這3% 好像好多了 欸...不是啦,就是 就是跟其他人說 因為封堅跟秀秀是早期就是聽過爆賣的啊 海豚安安 我跳跳大錘煉多久 五分鐘吧 沒有 自己摸 倒摸出來 可能花半小時 然後可是就是用到很會用的時候大概五分鐘而已 兩個差不多 差很多 我跟你講 有些就是差那個一點點 就是差很多 就很明顯了 而且我這個爛耳機 不是爛耳機啊 那個電腦不知道設定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會影響到我玩遊戲的那個 欸 你們要學跳跳大錘嗎 我們家那個很笨的秀秀都會了 啊但是他會歸會 但是還是我繼續玩爽刀 不知道在騙我什麼的 騙我感情 要去吃飯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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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記得回來掛台喔 現在回來看輕鬆生存喔 記得喔 我們約定好囉 還是要去買一個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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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到今天還是要買一個家嗎 就是甚麼家嗎 所以沒有錢 還是要去買一個家嗎 還是要買一家嗎 就是甚麼家嗎 然後啊 我們現在再說 確定一個家常去打 不對啊,你問跳跳大錘你是想練嗎? 那首先我教你喔 因為那天我教到最簡單的教法 首先你要先學會W加空白 阿如果你手把的話我就沒辦法教了喔 站在這位置,你W空白嗎?會這樣子滾 對不對?你正常W空白就是會這樣子滾 這樣子滾,這樣子滾 等一下要先吃個這個 然後你會滾了之後呢,你就大概就是 滾到你的頭會馬上碰地的那個距離 就像這邊 這邊滾過去就是大概頭會碰到地然後跳起來 就這樣跳起來對不對 然後跳起來之後勒 然後按S加Ctrl 就好了 這樣子,S Control 然後繼續往前滾,S Control 這樣子 你也可以Ctrl按著啦 然後W,S Control W空白,S Control 這樣子 我這樣教他的啦 然後我個人習慣就是這樣子啦 先蓄力嘛 然後W空白,S Control 然後鬆開Ctrl 就是 你在這個過程中,Ctrl都不要鬆開 然後就是 前W 之後馬上按 就W空白 空白按下去的瞬間就按S 然後鬆開Ctrl,你看 前W空白,鬆開Ctrl 因為鬆開Ctrl就會 鬆開Ctrl之後 你的錘子就會這樣 往前放開,往前攻擊啦 所以你就這樣子 跳起來 鬆開,就變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可以其實就是 你在追魔物嘛 追追追追追 追這樣子,然後就這樣 往後打 這樣子 你也不一定要拿武器啦 因為 你只要在空中 這樣子 Ctrl 這樣子 就好了 殺人公開出行 還好啦 然後再來就是進階而已 進階就是 S的時候再加W啊 因為魔物可能會倒在你前面 你就這樣 呃,這錯誤是白牌 這樣 前後前 前後前 我那天就是這樣玩 玩到很好玩 你看 嘿,嘿 跳上來 呵呵 嘿咻 跳跳大劍超簡單好不好 你知道會點左劍就會玩啦 跳跳錘是裡面最難練的耶 那時候玩的也是跳跳大劍說 幹,怎麼那麼簡單 還需要腦袋玩嗎 這樣子啊 後空白 左鍵按住 後空白 左鍵按住 放開 這樣而已 這樣說 哇,太簡單了吧 然後那邊有那個啊 又有乾爹在那邊講 他就是 都用跳跳大劍跟跳跳太刀 我說 幹 不要拿這兩個這麼簡單來比較好不好 我就說 跳跳太刀也很簡單 跳跳太刀只要你會 你就是 嗯 跳跳太刀是按 後空白 然後Ctrl,Ctrl 後空白,Ctrl,Ctrl 然後跳跳大劍是 後 空白 左鍵按住 放開,左鍵按住 放開 左鍵按住 愛 金魚 但是跳跳太刀有個條件就是 你要先上一層刃 就這樣 上了刃之後 才能玩跳跳大 跳跳太刀 就這樣子啊 齁 這樣子 啊這個跳跳太刀是可以 累積起層值 所以很容易就是 騎到魔物上 啊最簡單的是 跳跳衝槍 啊每次都要講 這真的是 這是不用腦的 跳跳器 那個 跳跳武器 但是他展位真的掉很快 我也跟他們講說 展位跳很快 然後我這個 衝槍 唯一有玩一次就是 玩跳跳衝槍 這邊不能看 跳跳衝槍勒 只要你會按空白跟 空白跟 Ctrl就好了 空白Ctrl 空白Ctrl 就這樣而已 這打超快的 我那時候就是 用這個打那個 忘記打哪隻 就按 在斷層旁邊按著他打 好像 殘爪龍吧 就這樣打打打 馬上騎乘 馬上騎乘 然後就 馬上又跳起來 更換蟲被 那其他武器就不行了 我本來想說試試看 第一隻能不能 第一隻沒有辦法 啊超蟲棍的話是 吃魔物的位置 因為超蟲棍 那時候超蟲棍 我們試了一下 他有辦法 只是 不能百分之百 然後 紅的 紅的 紅的在哪裡 這個 不是 這個 蟲棍 蟲棍就 好像這邊吧 這樣子 可能看不懂吧 這樣子 可能看不懂吧 那他很容易掉下來 這樣 欸 就 我也不知道蟲棍子 要怎麼弄 你看他會往前飄 就很難拿你 你看 就這樣子 那時候就是 魔物 如果剛好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你這樣跳起來 會頂到魔物 然後你就會往前 你就 你就跳起來之後 他 魔物會把你卡在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這樣子 馬上跳回去 然後繼續這樣狂騎 我那時候就是 一場騎了 五六次 就是 在斷層旁邊狂騎他 阿 吃飯 繼續吃 30分了 我還沒吃完 喝個蛤蜊湯 欸後來我發現啊 我還是開麥塊好了 我們改完麥塊 要先出去 嗯 返回 句點 感謝老居得 25顆星星 有 如果他們 每次 車都開多一點的話 我真的可以兩小時剪四部影片 這樣子 我每天都有影片剪正好 那我更希望是這兩小時可以有七部影片的量 車開不停有沒有 啊 這邊給你們看啊 呃 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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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 這個 唯一的衝槍 那這個的話是我跑去打那個 大雄彩龍 打最爛的怪 然後這個是完全沒有機會練 啊長槍這個是因為 我好像記得我在採集 採一採 採到跑去 那時候在大一種 採一採跑去打那個燒鳥 有的沒的 也是很多的魔物 然後反正你看大劍 也是真的拿很少 所以我真的比較會玩的就是 你看 錘子是一定的嘛 再來就是騙手跟太刀 那再來就是 這個了 那蟲棍 那時候還沒開始玩那個 蟲蟲流派的時候 好像蟲棍也才一百 一百一十幾 然後之後就是 就比較會玩弓箭 沒有啊因為 我挖我的礦啊 但是我們語音是一樣的啊 我繼續挖我的礦啊 啊只是我們就是 語音都共同 所以可以彼此分享 分享那個 開車資訊 然後去改一下分類 唉 完了 麥塊不是MINECRAFT嗎 然後 黃斯特Hunter是那個 - M-O-N-S-T-E R 我答成 M-I-N-S-T-E-R 調主我發現... 要是你們的車數開起來的話 觀眾會忍不住跟上... 一定會的啊 拜託 不過 我們在開戰你們就會在旁邊拿 我們就比如在拿大砲虎色 你們就在拿小槍在旁邊跟著助威 這只是大家畫面都一樣 而大家畫面不一樣 但是語音一樣 所以只是 丟出 丟出精華或紀錄檔 只是看看那個人在做什麼的視角而已 聲音真的好大聲喔 阿白是我按錯了 取消 單人 就是 我之後 跑來測試這個 因為 我那時候就無聊把那個 欸 那個 這是什麼 發射器 插在上面 裡面放剪刀 剪掉 結果蜜蜂沒生氣欸 就比如說像 嗯 扛錯 重剪 我在衝啥 他想要是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哈 哈哈哈哈 啊 哈 哈 哈 喔這聲音好大喔 我的天 老人家的心臟有點受不了 因為我沒去研究,我會玩MODE嗎?不會 呃,除非是他們一起玩,我跟著玩才有辦法啊 不然我一個人沒辦法玩啊 剛好,這樣我是沒有生存喔 按下去 然後沒有生氣耶 我那時候只是出於好玩的心態來這邊亂摸 然後他們沒有生氣 這個也是 所以其實可以 可以不用裝這個,因為不然裝這個我覺得好醜喔 再來是這個,我真的 真的快放棄這個怎麼弄耶,而且 好像聽說這個東西多了沒辦法用,我就放棄了 就那個... 0tick的那個... 算是bug吧 有沒有材...有沒有...玻璃材質比較好看的...材質爆啊喔 他這樣雖然好看很多,可是... 中間這一個好煩喔,這條線 好看 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